我们接着来看148经136月 这一部经也非常有名 这一部经有名的是 它有这么一句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治医子 法医子 墨医医子 它是什么说 说有一天佛在摩陀罗国拔提河策 那么这个地方是中印度 那么在现在的所谓的德里 附近东南 有一个叫做散盖安罗树园 这个地方 摩陀罗跟建陀罗是两大佛像的起源地 我们也顺便知道一下 摩陀罗有名的跟建陀罗有名的 我们的佛像造像 佛像造像的起源 有两大流派 就是佛像造像 那么主要有一个叫做建陀罗 这个是希腊系统 希腊曾经占领过印度的某些地方 那么佛像受他的影响 所以现在的佛像都有头法 这其实是受建陀罗的影响 有这种法际头法 那扮演佛陀的人都要留头法 其实佛陀是没有头法的 那么这是建陀罗 一个就是摩陀罗 摩陀罗是印度的 这个是希腊风格 摩陀罗或是摩陀罗 摩陀罗 这个是希腊风格的 这个是印度风格的 那个时候印度是占领 希腊占领印度 这是佛像造 那时候我们讲的是摩陀罗 摩陀罗国 中印度 他说 在这个摩陀罗 叫做散盖安罗树园 世尊跟比丘说 这个拔提盒是五大盒之一 印度语的五大盒之一 他说 诸于智周 诸于智一 诸于法周 法医 不亦周 不亦一 这个法聚经里面也有 其实一般我们说的就是 比较简单 比较好念的 叫做智一子 法一子 莫亦一子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法聚经里面 他是这么说 这个是法聚经里面的 就是佛陀说的法 很多都会用法聚 简单的方式 那么流传背诵 法聚经 法聚经 他是说 他是这样 克己智调育 这个翻译的也押韵很好 克己智调育 智者智座座 不畏洪水末 洪水就是烦恼 生死 水末 淹末 那么一般我们说的就是 自一子 法一子 或是自作中 自一子 法一子 就以自己为 以自己 来修行 自己努力来修行 那么 依什么来修行呢 依法来修行 自一子 法一子 基本上就是 依自己 自己努力 依着法 自己努力 自一子 所以你要解脱 自一子 法一子 莫亦一子 自己 依着法 你不要 你不要 期望 那么 有谁来救你 有谁来帮你修行 有谁来帮你背业障 有谁来拔肚你 不要 不要期望这种东西 因为业果的东西 是自作自受 既然是自作自受 那么你不要期望 别人可以帮你修行 别人可以修行 然后回向给你 你就有 不可能 那你也不要说 我受苦了 那我培养几个 出教的孩子 来超度 我告诉你 也不可能 那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自一子 法一子 莫亦一子 除了自己努力修行之外 你不要想其他的 其他的事 真的 莫亦一子 不管你一子的是 神仙 佛菩萨都一样 但是我们是 我们所谓 归一 一子 佛菩萨是跟他学习 如何修行 如何依法 其实是这样的 自一子 法一子 莫亦一子 法就说 愤勉不放异 克己自条义 自者自作舟 不畏洪水墨 这个舟就是一个岛 那么一个岛 那么你有一个岛 洪水来的时候 你不会被洪水流走 你站在那个岛上面 就不在水里面了 周堵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是 住自周 住就是依 依自 就是你住就是 你在那种状态 你就是要常常这样 自周自一 法周法一 这个讲得更简单 自周自一 法周法一 不亦周不亦一 自一子 法一子 莫亦一子 那接下来 那如果是一般来讲 我们也可以解释 那么有些会把它解释 以自己为归一 不以其他为归一 以法为归一 其实我们说三宝里面 主要是法 佛是正德法的人 那么我们依止佛 主要是跟佛学习 怎么样依法 依法得解脱 主要是这样 因为三宝最主要的是佛 后来我们把它变成佛跟菩萨 生了 其实是这样 就好像法跟律里面 那么主要是法 律包含在法里面 后来众律的就变成 佛灭后以戒为师 其实戒是包含在法里面的 那么以法为师才对 这才是正确的 佛法生 那么佛法生 生是佛弟子 那么佛是因为 正德这个法 正德这个真理 实相 我们叫做法 法有两种 一种就是真理 缘起 无我 这种真理 实相 一种就是 正德这个真理的方法 那么所以 这个正德的真理 佛所正德的真理 佛所正德的真理 那么这个真理 基本上可以讲缘起 或是讲无我 或是讲涅槃 涅槃是指 这个是讲他的理 涅槃是他的境界 没有烦恼的境界 那基本上就是缘起真理 那么他告诉你 他依这个真理 觉悟到 觉悟到 佛是觉者 觉者 觉悟真理的人 觉悟真理的人 那么真理就是缘起 无我 所以佛告诉你 怎么样去证得这个真理 你必须要证得这个 你才能解脱 那你怎么样去证得这个真理 那么他必须要有资粮 这些资粮就是所谓的戒定位 因为五分法生 戒定位解脱 解脱之间 解脱必须要依戒定位 那怎么样培养戒定位 所以就有所谓的三十七道品 其实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证得真理的方法 证得真理的方法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说的佛法 这我们说的所有佛法 那如果没有证得真理 它就不叫做觉者 它不叫做觉者 它是因为证得真理叫做觉者 所以佛从中出教 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 那么你解脱必得要跨过这一个 跨过这一个坎 你要证得这个真理 那个坎就是我见我爱 你要跨过 你跨不过你就不可能得解脱 那你怎么样去我见我爱 就他告诉你 那么有一些人佛陀跟他讲 他就解脱了 有一些人不行 就是什么 资良不具足 所以他还必得先修什么 就这样 就后来就变成所谓三十七道品 有些从信开始相信 有些从戒开始 有些从定 有些从会 那不一定看人 那么完整的说起来 就是信解行政戒定位 基本上是这样 或是七圣才 信解惭愧文社会 通常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身是依着佛的 佛告诉他真理是这样 你必须要怎么样去证得真理 比如说运相印里面 他告诉金毕罗 那么你必须要怎么想 不能怎么想 钱一斤嘛 那这个就是戒 你不能这样想 你这样想你没办法得解脱 你要怎么想 那就表示他想的不对了 他就武艺上直取了 所以你这样会让引起你的烦恼 所以你必须要克制烦恼 调伏烦恼 然后你要知道 那么这个真理 一切世间的这些五蕴声 基本上都会变坏的 他就告诉他这些 那如果再不行的话 他关不起作用的话 他就必须要让他训练定 那怎么训练呢 那怎么训练呢 那如果他不行的话 那就要叫他观身不尽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妈妈妈妈 有每一个人不同的 每一个人所具有的质量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的善与道理 是把所有佛教 一切比丘的全部聚集起来 编辑起来的 那么佛陀说法是 根据那个人的特质 有一点像什么 有一点像你去医院看病 这个医生是大医网 他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 你回去 你要多补钙 因为你缺钙 其他的不缺 那有的人来了 你缺运动 你要多运动 有的人你缺晒太阳 那有的人就是 你缺维他命C 你缺钾 缺脸 缺什么缺什么 那有的不缺啊 那大部分的人都很缺 那后来我们把这些佛陀说的法 弄起来就变成 我们每一种营养都要 就算我们有了 我们也要了 但是你有了 你再弄你就很快 就是我们每一个都要吃 但其实也不用每个吃 就吃你不够的那个就好了 吃你不足的就好了 这不是佛陀说 哦 维他命C很重要 维他命A很重要 维他命D很重要 维他命B12很重要 只要佛陀说重要的 我全部买回来吃 就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不太可能吃那么多 那现在我们是这样 因为他是跟所有的比丘讲的嘛 那会针对每一个人不同 但是这一些当然大部分的人 有一些有了 有一些信心不够的 你必须要从哪里增加信心 有一些他过去的业障碍多的 你必须要哪里去除 先除这个障碍 就是这样 那我们 大家设结极或是 后来的佛陀 是把佛陀的说法全部弄起来 那编一个次第 你要这样做 那每一个人其实 不太一样 所以我常常讲就是 我们现在读的经是 超越一切的阿罗汉 以前的阿罗汉没读这么多 他们就是佛陀跟他讲 他就这样修这样修 他没有听那么多 听最多的就是阿难 听最多的就是阿难 那其他人没有听那么多 那他会根据他的 他要自己观察自己 他哪个地方不足 那你不知道 就依佛法讲 比如说你有烦恼 那你要怎么样调烦恼 那你觉察心不够 你要怎么信任你的觉察心 你的信心不足 怎么增加你的信心 你对烦恼的抵抗力比较弱 你要怎么增加你的免疫能力 对烦恼的免疫能力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是法 所以不管是生 生也是依着佛学修这个法 所以不管是佛跟生 他都是觉着 他都是要依法 佛是先觉 生是依着佛后觉 那么佛依法得成就 生也依法得成就 主要是这样 所以法 法依止 自依法依 你自己要依法修行 自依止法依止 佛陀也是啊 佛陀也是自己依着法修行得成就 生听了佛说之后 说了佛之后 也依着法修行得成就 那我们现在比较把法这个地方弄弱了 我们就念佛 念生 念菩萨 观音菩萨 这个菩萨生 念地藏菩萨 念观音菩萨 念文殊菩萨 念地藏咒 念文殊咒 念大悲咒 然后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可以帮你 让你悟得这个真理 那这个是没有的 没有这种事 所以我们的重点现在偏重在 偏重在法跟生 念佛跟念生 那这个大善比较偏菩萨生 就菩萨生 或是就是菩萨 就念菩萨 念佛念菩萨 那个法没有啦 法没有 所谓的法就是什么 就是念佛 就是念菩萨 所以你看 比如说我常常讲 比如说观音法 那么观音法门 这个观音法 观音是修什么法 入门 灯堂入室 观音是修什么法成就的 如果你以心经来讲 它还是一样 照见五音节空 那你如果以人元经来讲 它是修什么 耳根元通 耳根元通就有一点像 大字堆里面讲四种 四种陀罗尼里面的 录音声陀罗尼 其实就是这样 那其实也是观照 他在这个声音起来的时候 观照这个声音 他基本上还是 还是以智慧观照无我 观照无我得解脱的 那么后来我们就变成说 观音菩萨殊胜多殊胜 我们的观音法门就不是 像观音菩萨这样修行 不是 而是观音菩萨这么有修行 我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念观音菩萨的咒语 念观音菩萨的经典 然后拜观音菩萨 初一十五就买苹果 逛来观音菩萨 那么他就会让我有成就 让我不多恶道 没有 没有这种事 念地藏法门就念 念面定业真言 念地藏菩萨真号 念地藏经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观音法门就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念大悲咒 念普门评 不是这样子的 就变成你的重点 就算你有念经 你那个经也只是因为 是念给观音菩萨听的 你不是依着观音菩萨 这个法在修行的 不是的 所以你在解读 你在解读 那么你遇到灾难的时候 遇到观音菩萨 你只要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你就能够消灾免难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什么 典型的意义子 就是说我靠的就是观音菩萨 那我凭什么靠他 因为我常常念他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有困难的时候念他 这是他的愿嘛 所以我念他的时候 他就会来救我 这样的说法不合乎佛法 不合乎佛法 至于此法一子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方便 就是为了要让众生 大圣有很多方便 让他升起信心 所以就先让他专心 他至少念菩萨的时候 是相信的 他没有信心 相信 而且专心 而且跟菩萨有缘 然后他慢慢慢慢相信 是这样 后来就变成 以这个为主 就是法不见了 观音菩萨怎么修行 你知道吗 他怎么样修行得成就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有成就 他有力量 我只知道我念他 他就会来帮我 要牵住祈求牵住运 所以我念他的名号 他就会来帮我 他就能够帮我消灾 他能够灭我的业 灭我的烦恼 其实没有 灭我的苦 没有 这种不是佛法讲的 所以这里是在讲 自一子法一子 即使是佛 就算观音菩萨自己 观音菩萨自己 也是要依法修行的 那他告诉你 他是怎么修的 他是一种范本 他这样修成就 你这样修也能成就 可是你不是这样修 他这样修成就 他要那么修行才成就 我念他的名 我就可以成就 这修净土的最喜欢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五节思维 无量节修行 成就极乐世界 那我们不用 我们只要一生 静静念佛 就到极乐世界里面 跟阿弥陀佛同样受用 然后不久跟阿弥陀佛一样 千佛 你的善根 你的利根 比阿弥陀佛还利 阿弥陀佛要修无量节 你不用 阿弥陀佛要修 修诸广戈功德 你不用 你只要一向专念 回向法院 你就可以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去了就成佛 哪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那么这样是误会 这样是误会 净土法门 所以 佛一般来讲 三宝里面是以法为主 没有法 没有法 佛不叫做佛 希达多不叫做佛 希达多之所以成为佛 觉者就是因为 他觉悟了真理 他觉悟了真理之后 他知道 你要觉悟这个真理 他已经爬到山上 这个人 这个人从这条路 爬到山上 他只走一条路 爬到山上的时候 他从山上往下去 他可以看到很多条路 哪一条路也可以上来 哪一条路也可以上来 他就可以这样 所以当他走到山上 最顶的时候 他从山上看下去 他知道不是只有一条路 当然有一条根本的路 其他要连到这条路来的 还有很多条 所以他会看不同的众生 你在三百公尺次 你在一公里的地方 那山很高 你要从哪一条路上来 如果你在半山 你要从哪一条路上来 如果你在山下 你要从哪一条路上来 如果你在靠近山顶这边 你要从哪一条路上来 他知道啊 他从山下看下去就知道了 那么所以他会跟不同的人 不同根性的人 具足不同自然的人 他会告诉他 你要修什么 你要修什么 你哪里 你那边左边 那么有一只老虎 你那边左边 有一棵树 那么他会障碍你 你要往哪里转 但是他可以看到这些 所以他告诉你方法 方法就是所谓的 第一个 你要到哪里才是就近 因为他已经到就近了 他站在最高山上 他就知道 哪个是最高山 那么你到哪里 有就近没有近 他知道 那所以 他是证得真理的人 然后他告诉你 你怎么样证得这个真理 那么佛是这样证得的 身像佛一样 也依他的方法 也证得 那后面 斩转相转 都是依法为主 都是依法为主 所以叫做法依 山宝里面 我们叫归依山宝 其实重点是归依法 但是如果没有佛跟身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法 其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归依佛 因为法是由佛说 佛不说我们不知道 那身是佛弟子 那身没有传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归依佛跟归依身 主要是为了要归依法 就好像清净善事 是为了听闻证法一样 这个重点在这里 所以后来这个法依子不见了 法依子不见了 就只是佛跟身 尤其是大圣佛法 强调的就是念佛菩萨 念佛念菩萨 特别在 佛灭后不知道多久 在于田那一带 或是在靠近西域这一带 那念佛菩萨的名号 就是非常的流行 后来就取代了 念佛菩萨本身就是法 它就是一种法门 不是 念佛菩萨是要让你学习 这些佛菩萨依什么法得成就的 那么后来就变成 念佛菩萨本身是一种法门 你念佛念菩萨就可以成就 就变成这样 那其实不是的 其实原来不是这样的 原来念佛是要你对佛菩萨生起信心 就好像舍利塔 舍利塔是 盖这个舍利塔是为了 为了让你 意念起这个舍利的 背后的那个人 那个功德 比如说佛的舍利 佛的舍利之所以拜了有功德 功德从哪里生出来 你拜那个舍利会有功德吗 没有 是由于你对佛产生信心 如果其他人的舍利你要不要 你也不要啊 对不对 你看到那个死人骨头 你还丢掉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佛或是圣者的舍利 你都会要 为什么 因为它代表它的圣洁功德 那并不是你拜它有功德 而是你的心 功德都是重新升起的 你的心 你的心好要赞叹 欢喜 这样的一个圣者 就是你有 奴家叫做 悉胜悉险 我希望跟他一样 虽不能置心向往之 或是有为者亦若是 就是我希望你会跟他一样 我这个心 我这个心 那么希望 就是羡慕或是仰慕 或是赞叹这个佛菩萨的心 功德是从这边生出来 这个是信 这是第一个信 你如果是其他的回教徒 看见佛像 他不是用摆的 是用炸弹把他打下来的 把他砍掉的 一样啊 但是佛教徒就不一样 那你看这个 这个回教徒一到印度 所有的东西都砍掉 还好 还好那个 那个菩提嘎亚那个地方 用土把它盖起来 他不知道 不然他也要破坏掉的 如果有骨头 他会挖出来丢掉的 真的 那么那个是为什么 那没有信 那你 信为道元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说你拜舍利有功德 是从这边开始说的 第一个你相信了吗 你入佛门了吗 那后来为了听说舍利有功德 后来听说舍利有功德 大家都抢着要拜 八王真舍利 为了夺舍利 夺那个功德打仗啊 那有功德吗 没功德啊 功德是因为你相信佛法 佛法会叫你 为了要夺功德要打仗吗 不可能啊 但是这个就变成什么 这个变成你误会了 念佛布赛也是这样 他不是说 不是说拜舍利 你天天拜就有功德 那你为了要得到这个功德 不惜不惜伤害人 八王真舍利都是派兵去的呢 阿罗汉没有在夺舍利的 阿罗汉是集结法身舍利 那么在家人因为他不修行 或是他不懂 所以他至少能够从佛菩萨这边 申请信心嘛 所以阿难也是这样啊 阿难要入涅槃之前 两边他旁边两个国家嘛 那两边都要啊 阿难没办法就升到空中 然后就是自行佛化 然后骨灰散下来散到河的两岸 给他们抢啊 不然两个要打仗啊 那为了这样你看 就众生愚痴 那为了让你对佛法生起信心 告诉你这个佛菩萨功德都大 念的都怎样怎样 一样好像舍利一样 好像佛陀跟你讲 这个舍利佛目见年 涅槃之后 那么遗骨嘛 遗骨就是舍利嘛 奇塔供养 那么你奇塔供养的人有功德 功德从哪里生出来 从骨头生出来的吗 不是啊 从你的心对佛法的敬仰 信为道元功德母嘛 你开始相信佛法 接近佛法 修学佛法 从这里生出来 那我们不知道啊 就以为这样拜 天天看那个舍利有没有多一颗多两颗 那你没有意义啊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慈悲心有没有增加 你的烦恼有没有减少 你就天天看着拜舍利 那个舍利有没有多有没有少 那不是佛土的本意啊 一样啊 那这个法的部分后来就落掉了 变成佛跟生 就以念佛念生为主 那个知法 知法见法 就不见了 所以就算你修观音法门 那我问你 那观音菩萨怎么修 你怎么修 观音菩萨的修行方式跟你一样吗 你的修行方式跟观音菩萨一样吗 没有 你的观音法门就是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你的净土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的地藏法门就是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要不然呢 还有什么吗 那地藏菩萨怎么修 我不知道他怎么修 但是我是念地藏菩萨的 那我告诉你 那这个不叫地藏法门 那所以 所以我们度会掉了 那大圣佛法讲方便嘛 为了让你申请信心 他会特别强调 这个菩萨的殊胜跟功德 那后面越讲越来越殊胜 比如说讲观音菩萨 你念六十二亿恒恒沙菩萨的名字 跟念观音菩萨 你二六十通 就是很长时间念六十二亿恒恒沙菩萨的名字 跟你一时念观音菩萨的名字 功德一样 那观音菩萨当然比较殊胜 那到地藏菩萨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讲 你念观音菩萨 念普贤菩萨 念文书菩萨 念弥勒菩萨 念所有大菩萨的名字 不如你念地藏菩萨的功德 你看他又更殊胜了 那么这些是怎么样 这些当然是 要讲到很殊胜 你才会起那个愿力 就好像叫你投资一样 他一定要讲 你这个利润 你投资二十万 两年里面就可以赚七十万 那么好 那你自己赚就好了 哪有那么好 但是他一定要讲到 让你动心 那么你才会去静下来听 或是静下来学 变成是这样 后来就变成 这个方便法变成 流鼠了 就跟世间一样 跟念天神 念什么一样 信上帝得永生的 类似 那么后来也不太完全一样 但是开始有一点点走向 所以这个法后来就不见了 那现在就是讲 自一指 法一指 自己是自己修 你不可能靠谁加持你 没办法 法一指 依法 什么是法 就是叫做法水法行 法水法 法是真理 比如说得涅槃得解脱 水法就是能够正得涅槃 能够解脱的方法 能够正得真理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这样 法水法行 就修行 行水法以得法 其实是这样 那么基本上 这个法的部分 我们说 法的部分 后来慢慢慢慢 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方便 我们的法就不见了 三宝好像还有三宝 但实际上就变成 只有两宝 佛跟真 所以到处都是念佛念菩萨 都是这样的 然后共修 比如说七天都是念佛 七天念观音菩萨 或念经 或是念经 就把经念一遍 把经念一遍 比如说像水路法会 我前几天才听一个法师讲 他说念水路法会 水路法会有规定 比如说什么坛 什么坛 要念几部经 念满几部经 这些经就念完功德回向 他说水路法会之前 他们就在家 大家念一念 然后就差不多都念完了 那变成说 比如说水路法会 是不知道几天 七天到几天 我不晓得 然后他们比如说 能言坛要念能言经 能言经不知道要念几部 他们还没去参加 他们什么时候要参加 他们在家里面就集合起 你念几部 你念几部 就差不多念完了 那你再进去就慢慢念了 就变成这样 那这样的意义就是 那念这些是什么 因为有人写牌位 消灾要超度的嘛 那一定要念满几部经 才可以超度这些人嘛 所以就变成大家集合起来 然后念一念 然后我念一念 就教功课嘛 教功课你知道吗 那这样真的可以吗 不可能啊 哪有可能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对佛法的误会很深 他就算念经 他的经也不是法 他的经里面没有修行的方法 他就只是像念佛 像念咒一样 就这样把它念过一遍 那这个就是功课 那这个就有功德 念完了就有功德 就好像你只要舍利 天天烧香 天天拜喜拜 就有功德 你都没有因为这个舍利 升起善心 对佛法的信心 没有因为这个舍利 要向这些舍利的背后 尤其是舍利佛 尤其是穆建年 尤其是释迦摩尼佛 学习 没有 那么你功德从何而来 是你拜一拜的时候 这些骨头 这些它就是乙骨嘛 它放光加持你的吗 是你在念经念完一遍 那这些经的力量 本身加持你的吗 不是 所有的功德都是因为 你依法修行而来的 你依法修行而来的 你不依法修行 哪来的功德 没有功德啊 不可能有 所以 多数的人不晓得这个道理 后来的佛法 三宝里面变成 以佛及身为主 那佛就变成现在佛 那身是菩萨神 大圣佛法是这样的 那法呢 法已经慧暗不明了 观音菩萨 你念观音菩萨法门的人 那么我们先不要讲 心经这个观自在 讲那个仁言经的 耳根源通 你修观音法门的人 几人知道耳根源通怎么修 没有啊 谁去研究那个啊 没有啊 只知道说 观音菩萨千处其酒千处应 那如果你 盈律心多 你念观音菩萨 盈律心就会降伏 你承认心多 你那观音菩萨 承认心就会降伏 真的会这样 当然你念的时候 专心念的时候 你就不起 不起那个贪嗔痴的心 可是念完了之后呢 贪嗔痴还不是一样 异父如是啊 那念的时候 念的时候 没有起另外的心 专心念嘛 可是念完了之后呢 那那个烦恼有减少吗 烦恼如果不减少 夜会减少吗 夜如果不减少 灾难会减少吗 苦会减少吗 不可能嘛 那这种道理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你很容易迷失在神力 就是 佛菩萨的神力 上帝的神力 济公的神力 三太子的神力 妈祖的神力 都会迷失在这里面 真的 那么这个宗教 就是 所以 宗教很迷人 但是也很迷惑人 因为你不清楚嘛 那佛教就是要摆脱这种迷惑的 迷信 所以常常会讲 如果你宗教 就是信仰这种东西 如果你没有弄清楚 很容易霍乱 所以常常讲霍乱众生嘛 为什么佛陀自子 佛弟子 在没有确实 不得已可以立意众生的状态下 显示神通 神通不是坏事啊 《波罗经》里面强调 菩萨要修神通 才能够度众生啊 你一定要发现 我要修得神通 我才能够知道众生的根基 要用什么法来利益它 那怎么不能显现神通 佛陀自己也显现神通度众生啊 可是 佛陀知道了 因为这种宗教上很容易所谓产生迷信 霍乱众生嘛 叫做霍乱 霍乱有两种 一种就是观念上的邪见 一种就是行为上的 表现的特异功能这些 让你感觉到我不用修行 那么我只要 只要一直的这个 它就保佑我 它就会带给我利益 所以叫做霍乱众生嘛 强调念一个咒 念一个明 那么 这个佛陀就会现前 给你磨顶 给你加持 给你灌顶 放光给你加持 一切恶魔不能亲 这个其实 佛陀就 你看 他讲这个叫做霍乱众生 让众生迷惑 迷乱 他不晓得 到底 霍乱是霍乱在哪里 法 对这个法不切不出来 法不见 只剩下佛菩萨的神力 就变成这个 因为神通很容易变成这样 就是 你看到这个 你就会觉得 哇 这个人有力量 他会觉得 你可以加持他 或是你可以帮助他 那么你就算堕落地狱 他会用神通 那么 把你从地狱拉出来 我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所以 但是多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想法 多数的人你会觉得 不管我做得好不好 那么 最后要死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堂超度佛事 就变成这样 如果我做得好 那么 他 他会让我更好 如果我应该升到道立天 因为我做这个佛事 他会让我升到多数一天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本来要 多三二道的 他会让我不多三二道 我告诉你 没有 不可能 那么 但是后来我们就迷信于这种 那 迷信于佛菩萨的神力 我们跟佛菩萨 念佛念菩萨 只是为了要跟佛菩萨学习 知道 人家 人家 比如说虚脑上 人家虚脑上是怎么修的 那人家谁是怎么修的 那你要知道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单单 你做虚脑上的地址 他就让你开悟 不可能 你要跟他一样修 他开悟了 你不是学他 你也会开悟 没有 没有 我常常讲 虚脑上摔破茶杯 开悟嘛 你天天去摔一杯看看 看我能不能开悟 不行嘛 因为他剧组那个音乐 然后在那个使节当下 刚好茶杯摔破的时候 他开悟 那并不是摔破茶杯开悟的 一样 那他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悲心要利益众生 他并不是说 他发这个要利益众生 所以你拔着他 那么他就可以一直利益你 也不是 不可能 佛菩萨最大的利益众生 就是为众生说法 为众生说法 那么你自己依法得度 但是大部分的众生 不晓得怎么样才是正法 不知道什么样是善 什么是饿 什么是业 什么是报 不知道 那你告诉他了 就好像医生 营养学家告诉你 这个要对你的身体 有什么好处 这个要依你的身体 吃了有什么坏处 你应该吃这个 不能吃那个 你应该做热事 不能做那种事 他告诉你一样的 你没有医生告诉你 你不知道 你没有佛菩萨告诉你 不知道什么是法 什么是水法 你就是要修也没得修 现在却变成你只是专念佛菩萨名号 那么你就是在修行 不是 当然念佛菩萨名号有专心 有戒有定 但是解脱一定要会 你从哪里生出智慧出来 智慧一定是什么 无肉会 无肉会是什么 无我的智慧 缘起的智慧 你念佛菩萨名号 怎么观缘起 你告诉我 你怎么从佛菩萨名号里面 悟到无我 你告诉我 没有嘛 没有啊 你念的时候 都是一心虔诚 专注 然后希望佛菩萨 救度你而已 那么你怎么样从里面 跟无我连结起来 跟缘起连结起来 跟实相连结起来 没有 没有办法 你念咒 念经都一样 如果你念经 没去思维也一样 也一样 那每本经 侧重的道理又不太一样 像地藏经侧重的是 因果月报的道理 那么 普门品侧重的是 菩萨 慈悲 度化众生 救度众生的道理 他是菩萨行这一部分 那么理的部分 你还必须 就是先让你知道 有善有恶 要行善去恶 要不失慈戒 忍辱 让你教你这个 那你以为这样念经 你就具足菩萨的功德了 没有 因为菩萨不是这样修的 那多数人不知道 尤其是北传佛教后期 都侧重在念佛 念菩萨名号 然后侧重在拜灿 那个法没有了 法已经没有了 谁还在讲缘起 谁还管无我 没有啊 谁管中道 谁管弑地 没有啊 什么是弑地 什么是缘起 弄不清楚 好 那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底下 他底下这一句 何因生忧悲恼苦 云而有因 何故何戏着 云而自观察 为生忧悲恼苦而生 以生忧悲恼苦增广 好 那么 这个一句话 我觉得应该是翻译 或是他 他 他这个翻译的问题 就是 在抄写或 抄写或记录的时候 他可能有一些变化 应该我们要看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翻译不好看 我们看 看哪里 706页 706页 这个比较正 比较是 看起来比较正确 706页 就是这个原文 可能有道智道错 所以你这样看 不知道他讲什么 我们看706页 会比较清楚 705页也有 但是先看706页 好 706页一般是139经 那么这段文 跟这段文 几乎是一样的 那这段文就比较清楚 我们看 世尊告诸比丘 有没有看到 706页一般是139经 第7经 就是 最后一经 看到 他说 佛在奇远经社 世尊跟比较讲 何所有 故何所起 何所戏 何所着 何所见往 那这个就是 我们看这个 何阴生 悠悲恼苦 云何有阴 何故何戏着 那所以 第一个是何故 何所有 故何所起 应该是这里 何戏着 何所戏 第二个是何所戏 前面那个 何阴生 悠悲恼苦 是就着下面这一些 然后他写在上面的 云何有阴 何故何戏着 何故是第一个 第一个何故 何故应该就是这里的 何所有故 何所起 起就是 生起 那么 所以 我们把它写一下 这样 这样把它弄清楚 他这里是 何故何戏着 先写这里 何阴生 悠悲恼苦 何阴生 悠悲恼苦 这个是缘起的最后一个 苦 生老死 生老病死 悠悲恼苦 这是最后的 这个 轮为怎么来 痛苦怎么来 何阴生 悠悲恼苦 那么 云何有阴 这个翻译一定是 他可能 吻有倒错还是怎么样 我们先把这个吻 然后再对照那个来看 就比较清楚 云何有阴 然后 何故 何戏着 这个应该是分开的 导师没有把它断 应该是这样 何故何戏着 然后 云何自观察 云何为生 悠悲恼苦 然后这里是两句 自观察 等一下我们来对照 一三九经就知道 云何自观察 你可以把它写在旁边 就对照就知道 云何自观察 自观察什么呢 未生悠 没有的悠悲恼苦 生情 未生的悠悲恼苦 为什么我本来不会 忧悲恼的 现在会了 那么已经有的忧悲恼 为什么会越来 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 为什么越来越苦 为什么忧心越来越重 为什么悲痛越来越深 他说 他说自观察这两个 未生跟以生 以生悠悲恼苦 那么生长增广 生长增广 好 那我们看这个 一三九 一三七经 一三七经是 七零六月 他是这样写 何所有故 何所起 何所有故 何所起 何故何细走 云何有云 何所起 何所起就是何所生 何阴生 所以这里应该是何所起 何所有故何所起 这个其实就是 缘起的概念 持有故彼有的概念 你仔细看 这是持有故 就是我之所以有这个 是因为我有什么 这持有故彼有的概念 你知道吗 这个是缘起的最后一个 你看 何所起 何所起就是 他为什么会生起 那我是因为有了什么 所以才会有这个 持有故彼有 你看 持有 故 彼有 因为有这个的缘故 所以有这个 那彼有是什么 苦 优悲恼苦嘛 现在这个彼有 就是优悲恼苦嘛 你现在仔细看 他就在讲这件事 优悲恼苦 持有故彼有 那我到底是 为什么才会有这样的优悲恼苦 这个其实就是讲缘起 优悲恼苦 持有故彼有 那我到底是有什么 何所有故嘛 那么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优悲恼苦 其实是讲这件事 好 那我们看 这样来就比较清楚了 那么 何所戏者 一三九尖 那么何所戏何所戏何所见我 这个就是他讲两个 何所戏何所戏 何所戏 何所戏 那他底下有所谓的何所见 何所见我 这个云智观察何所见我 见我未生 那也可以 其实也可以这样讲 何所见 我若未起优悲恼苦令起 与起优悲恼苦令 真广 其实这样 何所戏 细戏 那么 所以他不是何所见我 就是智观察 其实是智观察 那这个见我就是智观察 观察 见我就是智观察 我的苦 没有的苦 为什么会生起 已经有的苦 为什么会越来越重 那么 所以他这里 这里就是何所见我 所以这个何所见我 应该是如何 云何自观察 比较合理 也比较容易懂 不是说合理 他比较容易懂 何所见我 那可以说 何所见 我为生优悲恼苦而生 以生优悲恼苦增长 他后面就一样 为起优悲恼苦令起 以起优悲恼苦令真广 好 那前面是怎样 那我们对照来看 就会比较知道 那何因 何因 这个可以这样 何因 生优悲恼苦 那原因是什么 云何有因 他在探讨 其实这个就是 你去追根溯源 追根溯源 那缘起就是追根溯源 从苦开始向上追 追到最前面是什么 无名 那带着我见 面对境界 生起烦恼 照做业 那么累积这种业 成熟这种业 然后就是 带着我见 面对境界 生起我爱 我所爱 起烦恼 照业 这些业又累积下一生的苦 照做现生的苦 累积下生的苦 就这样 就往上追 所以无名原形 行原事 事原名色 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以这个为因 这个以这个为因而有 所以持有 故 彼有 持有 故 彼有 因为有这个 所以有那个 其实讲这件事 那我们对照看会比较清楚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 705月 看一样 705月 705月底下 136经 也是类似像这样 但是他讲的不太一样 他就讲无名 他就直接连接到无名 你看 这缘起 事事有故 事事起 也是讲这样 一般讲无名所赴 爱结所细 众生长夜生死 不知苦之本迹 就前面的 那这里是 令病众生 无名所盖 爱惜其所 长道屈辞 生死人为 生死流转 不知本迹 那么 所以他这里讲 色有故 事色事起 于色细着 于色见我 就讲这个 就是 你在哪里 起我见 在哪里 起我爱 在哪里 起我辞 讲这种 好 那因为 这样看我们会比较清楚 不然你真的是 看这个文 你会不晓得 这个文在讲什么 好 所以他这里讲 我们再稍微看一下 这里说 这个 云和阴 就是和阴 和阴 伸优悲劳苦 就是伸 我为什么会伸优悲劳苦 那这个是为什么 云和有阴 但是这个云和有阴 就连结在这张 前面已经和阴了 那么又云和有阴 所以就变成 就变成 有一点点 我们会弄不清楚 那 我们对照那些看 就基本上就比较清楚 和所有故 和所起 那他基本上是这样的翻译 那和所 和故 和细着 和故是一个 和细着是一个 云和 云和 至官场 那 就是后面讲的 和所见我 那这里讲的是 云和 至官场 为生的优悲劳苦 那 前面 后面讲的是 为起的 一样 为生的优悲劳苦 我会有 以生的优悲劳苦 我没有办法消失 那 比丘就跟佛说 那世尊是 法根 法眼 法医 就是世尊比较知道 那 请世尊为我说 那 诸比丘 听到后 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怎么知道 为什么会有苦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不受苦 基本上是讲这样 那 这里 讲说 佛跟比丘讲 地听 地听 善师念之 那么比丘 我为你讲 就比丘有色 色就是五蕴 色身 那只要讲到色 后面就是连结色讲形式 所以我们就 这个讲五蕴身 那也可以讲色身 你这个五蕴身 因五蕴身 戏着 因为你有这个五蕴身 你就会爱护 守护 懒着 这个五蕴身 就戏着这个色身 每个人都是照顾自己的嘛 那么自观察 你自己 那么观察 为身 幽悲劳苦而生 以身 幽悲 以身 而付增长光 就是 你自己 执取这个色身 懒爱这个色身 那么 从这个色身里面 升起幽悲劳苦 那其实是这样子 受想形式 以无事 五蕴身 就是你 当你有这个身体的时候 你认为这个身体 你有一个强烈的我质 那么就会生我爱 我质 我爱 你就会保护 守护 照顾 这个身体 但这个身体 你为了满足这个身体 就是五蕴嘛 或是为了保护这个身体 那么就会造贪嗔痴的业 其实是这样 那因为你 执取这个身体 所以又有厚 有爱 那么你就会 想让这个身体 缘续 你那个我质 我爱 就会加重 那么 我质 我爱 加重 就是无名 跟贪爱 重 那么烦恼 就会重 烦恼 就会重 业 就会重 业重 苦 就会重 通常是 他是告诉你 这个道理 所以 他现在 跟你讲 跟你讲 那么 你要去观察 你要去观察 这个色身 有你想象的那样的 恒常 他只想象的那样的 就是你认为 有一个实在的我 从这个地方起看 那么你要去观察 这个色是恒常不便义的吗 长恒不便义的吗 那说没有 世尊 那佛就跟彼佛讲 非常好 色是无常 如果 有这么一个人 善男子 知道色是无常 而且是会生灭便义的 那么 他 他不止取这个五欲 那不止取五欲 就不会因为五欲的需求 就是 色身相味处 而有什么 就是眼耳鼻舌身感官的需求 而去追求这个色身相对五欲 五欲 你 你不止这个五欲 你就不会懒着 那么 希求这个五欲 就是离欲 那么离欲 他就能够怎么样 不起烦恼 那么就能够得涅槃 极尽 末 这个都是涅槃的义名 灭 极尽 末 这个都是涅槃的义名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了解这个色身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你就不会只取这个五欲身 你不会只取五欲身 你就不会因为五欲的变化而生苦 而造业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从本以来 从有这个身体以来 从这个身体一开始 或是从无死以来 那么一切色都是无常的 就是 无死以来 就是 有这个世间以来 色都是无常的 没有那种常的 就是色身都是无常的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 那么你就不会因为这个色身的因缘 它变化 它会变化 那么身忧悲恼苦 那么 就不会因为这样身忧悲恼苦 那么你因为这个五欲身而生的烦恼就断 就没有 就不再 从此不再因他生忧悲恼苦 他就断了这个因五欲而有的忧悲恼苦 那彼断你就无所拙 你就不再有任何的因五欲身而有的懒拙 那所以你就会安稳乐住 安稳乐住以名为涅槃 那么受想形是异不如是 受想形都是五欲身 好 那么他说 佛说这个经的时候十六比丘 不起烦恼心得解脱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这里说的 那如果我们来做白话的翻例就是说 那么为何会起忧悲恼苦 为何没有生的烦恼会生起 为何已经有的烦恼会增长 不会消除 就讲这个 那这个讲完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他其实就讲为什么 因为有我子有爱 因为有我子跟我爱 其实他在讲这个道理 他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人常常会有那么痛苦吗 为什么我们没有的痛苦会有 已经有的痛苦不容易消除吗 为什么 因为我子我爱 当你没有我子我爱的时候 已经有的苦就消除了 没有的苦不会生长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我给你打开我 我给你打我 对我生吗 我给你打开了